哇塞,好多古卡材料 卡砖,咱家里还有好几块呢 风铃古卡套砖 还是小肚子造型的呢 再看看还有啥 这盒子是什么 有点像之前做的日历古卡 古卡本套砖 啊,我见人家玩过 诶,里边本本的图案还不一样呢 这一个是树条的 我有点喜欢这个格子门的 走,就这样去 拿着古卡材料 我今天就要做一个全世界最美的古卡本 里边带了把镍子 小古卡本是三页的 两张贴纸,好傻啊 图案不是成功的 不错,不错 送了两链条 再来吧,把膜撕掉 还挺透亮 先做个封面 中间切个小号 再来个主题 右下角放个对称的点缀一下 再把坑的位置补充一下 封面搞定 再来做中间筒 你别看这个有点乱 我这可是有主题的 这是个大魔法师 周围摆满了他师法的道具 上面的魔法球 瓷瓷冒着电 召唤出一只小飞兔 这个是他的助理 至于剩下的 我编不下去了 做最后的封面块 天上为什么会有两个月亮 就很离谱 我说你一画外音 一画怎么这么多 剩下的贴纸也不多了 这个封面就这样吧 来看看我今天的作品 最上面的封面 中间是这样的 最下面的封面是这样的 你觉得咋样 咋样